原标题 郭靖 郭哥在香港球场上又被虚了 中国香港代表队与老抓的足球友谊赛 10月5日晚在香港望角大球场进行 在有香港球迷在赛前奏郭哥环节对中国郭哥以用军进行取暴力虚声 据香港无线新闻台TVB援引香港足球总会主席梁孔德的话说 要是乎亚洲足协现场的报告决定是否跟进 据报道 昨日香港队在主场迎战老抓 备战下新奇亚洲杯外围赛的热身赛 赛前奏郭哥时看台上有球迷发出虚声 另外有人杯向球场 更有人做出不文雅手势 近年港队主场赛事有多次虚郭哥事件 其中前年世界杯外围赛对国家队时的一次 国际足协调查 最后香港足总被罚款七万七千元 国歌法10月1日于内地生效 列明奏唱国歌时在场人是应当助力 之只要庄重 但国歌法是全国性法律 目前只适用于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遵守基本法法则 如果要将全国性法律适用于香港 就需要对其内容进行本地化修改和适应 再通过香港立法会的本地立法方式进行会议 并获得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才能在香港立法 金明连九龙西议员梁美芬表示 本地立法本来有一个好处 我们有多些调整的空间 现阶段一而再 再而三出现这种故意侮辱国歌的行为 我相信令到我们香港本地立法时 可以调整的空间小了 责任编辑张建立